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丁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 魏林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碧瑶 苗展音题 安春 正盛 又是一年四月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明约而至 今天是我愿上海之春素质教育开放中系列音乐会的第五场 香港演艺学院洪嘉阳大提琴音乐会 我们的音乐会将会在奏语网络台进行全程直播 首先 容许我为大家介绍今晚的初期嘉宾 他们分别是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 奏语院长 艺术总监夏小潮教授 上海交响乐团大提琴元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夏家宝先生 奏语院长 北京大提琴 日文 cos盟eton ad 先开始 准备打赏员夏家宝先生 名正事務局局長頒發文化藝術貢獻傑出人士的嘉獎 作為一名年輕的演奏家 洪嘉陽與獨奏者與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及拉諾維亞愛樂樂團演出 他也曾作為Occistry for the Future的成員 在指揮家布達美爾的代理下參加了諾維爾獎頒獎典禮音樂會的演出 洪嘉陽早期在父母的教導下學習大提琴 期間一語Altem Constantinople和Stavan Popov學習 他參加的大時刻包括馬游泳、王健、David Strange等 洪嘉陽除了曾在第七屆David Oak大提琴比賽 第七屆全國青少年大提琴比賽、愛情杯大提琴比賽 香港校際音樂節大提琴比賽中獲得了獎項以外 他也是一個十分熱情善良的男生 以他的大提琴演奏參與了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福倫社、香港九州園會等屬下慈善組織的義務籌款演出 請大家先欣賞他為我們帶來的兩首作品 第一首是穆歌 由十七到十八世紀偉大的法國作曲家布蘭所作 表現了最久田園風情的時間 第二首為我們帶來的呢是德沃薩克回旋曲 德沃薩克是十九世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也是捷克民族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德沃薩克先生一首為大提琴和短弦樂隊所寫的作品 除了兩首大提琴協作曲以及作品六十八寂靜的森林外 還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作品 那就是他今天為我們演奏的 技巧調回旋曲 是大提琴曲中的節奏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流行本自演出嘉賓洪佳陽和鋼琴伴奏方佳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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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ause applause 谢谢大家 app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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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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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